中文投资网 美股诗盘网红达人 召集令 开始 你有多年的美股交易经验吗 你能言善道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吗 你是基本面的强者 还是技术面之王 欢迎加入成为美股网红达人 李王区 中文投资网 美股网红达人 召集令 报名为一 微信温文王2016 下一个Jason Rind Will 就是你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 今天是我跟校长 我们两个人是 跟大家分析一下团面 那么在分析团面之前先听一下 郭昀老师做的收藏录音 是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周恩投资网 美股网红直播团队的收盘节目 我是分析师Brandt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呈现着一个三大指数 是涨地互线的一个状态 分化还稍微的比较明显一点 道琼在原油方面的一个推动下 在XMF还有雪佛龙的推动下 是上涨了0.2% 但是标普和纳斯达克就非常疲软了 标普在盘中的时候 早盘最高点达到了2948.43 距离2500点又进了一步 但是涨上去之后没有守住 有跌转涨 然后日内就呈现了一个震荡下探的走势 最终收跌了0.11% 而纳斯达克则更加疲软 因为Facebook 因为谷歌 他们还有微软等等 这些科技权重类的股票 表现并不太好 纳斯达克今天是下跌了0.48% 生物科技在纳斯达克今天比较疲软的情况下 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下跌 虽然也是下跌了 但是这个幅度是不及预期那么猛烈的 我们看到生物科技当中 比较出名的一家公司 它叫做THC 这家公司它是说有意将自己去出售 那股票今天是上涨了5% 当然较比昨天盘后 一下涨到股票涨到18块钱 已经有一所收跌了 但是它的涨幅 对整个的healthcare板块 生物科技板块 是有一个提振的 没有让纳斯达克 仅能让纳斯达克的一个下跌 给拖累下来 最近整个华尔街 所有的交易员们 都将一个交点 放在了EFX Aquifax这个公司上面 它是大家都非常熟知的 美国三大个人信用评级的 其中一家公司 前两天在报道出来 这家公司 它是有一片数据 很多的数据被黑客给攻击了 这个消息一爆出来之后 一直到今天 在一个周之内 Aquifax的股票就下跌了超过36% 这个下跌幅度是非常猛烈的 那么今天呢 国会也说要介入去调查这家公司 所以说整个来看 这家公司目前面临的一个飞翼 是非常严重的 股票呢 今天又下错了2.35% 现在华尔街都在关注它 都在关注它什么时候可以向上去有反弹 中概股方面呢 阿里巴巴今天股票下跌了1% 也让前多其他的中概股呢 拖累有下跌 因为阿里巴巴现在是中概股的龙头老大 马云和蔡崇信 他们两个人呢 是出售了一部分阿里巴巴的股票 用作于慈善机构 很多的朋友呢 会担心说 哎呀 他们高管开始套现了 是不是并不是好的现象 其实没有关系 那这个比尔盖茨啊 包括贝佐斯这些 美国的这些大佬呢 也都在套现自己的股票 其实呢 他们套现的更多是为了慈善 马云和蔡崇信也是 是为了慈善的机构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有政府的原因在背后 原油方面呢 和我们之前的预计是一样的 原油继续在向上走一个猛攻 今天盘中的时候 最高点也都达到了50.5的这个高点 其实50美元 对于原油的这个阻力关口 还有很多人的心理上的关口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仍然是非常乐观的向上去看涨原油 因为整个原油的趋势已经确定 还是一个整个大幅度 继续向上走高的一个状态 比较适合逢低去介入 另外一个黄金 今天也是非常有行情的 今天呢 其实在盘中时期啊 黄金突然向上拉升 已经突破今天日内的走势高点 主要是因为呢 朝鲜方面报道 可能又要放导弹了 这个是日本方面报道的 所以朝鲜可能又会放新的导弹 导致大家急于恐慌 这个黄金又上来了 其实这个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因为呢 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出来之后 只有黄金在上涨 那么我们看到的恐慌性指数 包括美国大盘 都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因此呢 今天黄金的上涨 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条消息 那反过来看 在没有一些非常利好的消息的推动下 反而在今天早盘 我们工作的这个PPI数据 是非常利好 美元打压黄金的 可是黄金呢 依旧在上涨 可见黄金的涨势也是非常猛烈的 那接下来我们的操作中心 依旧可以往这个黄金上靠拢 所以大家呢 如果想知道我们是如何对于黄金去操作的 怎样去把握这个买卖的点位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的工商信息 整体来看黄金的行情还在继续 希望大家呢 黄金在进行一轮回调之后 大家不要错过新一轮的上涨行情 收听完布尔老师的收盘录音之后呢 我要跟校长我们两个人再表来答一下我们的观点吧 好吧 校长先来 这布尔老师观点说的差不多了 高位盘整连掌蒙涨两天之后 这两天全口气 不出意外还能在晚上涨涨 说不定明天还能往2500再蹭一蹭 这个标股的趋势是比较明显 但是我是注意到另外一块 就是除了标股之外啊 那斯达克他这个走势啊就比较有意思了 今天的三大指数的分歧非常严重 倒是直接一路上去了 因为人家这个里头两个生物两个这个药加上一个这个UTX 涨都比较多一个顶上去了 但是然后标普呢是中间横盘 然后涨跌差不多来个横盘 但是那斯达克却一路向下 他这个向下就跟咱们之前说的一样 就是前期走得比较好的这个生物 生物科技也好或者其他科技股也好 他就走过那么强了 同样的一个走低胎高走 但是那斯达克就没有能够守住 那就直接下来了 而且今天的像他的成分鼓 像Facebook谷歌都走得很弱 苹果也不行 苹果也不行 苹果那新手机 反正谁愿意买谁买 我是不敢忘 我就换我那SE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新东西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 至于那SE跟你现在长得一样了 我那现在就是SE 你不是说叫二代吗 对啊 前世以后他画的一样了 外形是一样 外形是外形一样一样 最多可能他换个外形换成小号的那个iPhone7 哦 因为我是不喜欢大屏的是一个手拿不过来 那种我一定要一个手拿得过来很操作自由才行 你手好小啊 对啊 手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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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的 然后然后在这方面 今天在这个板块上面 我没能够从这个地方能看出来 10个板块里头 科技板块啊很比较罕见 他走的是比较靠后的那个位置 而且是基本上是权限能跌的都在跌 只有这个半导器走稍微强一点 所以说我是觉得之后啊 纳指呢可能会在这个时间里头啊 要相对的落后于道指和标普 这个呢又会重回到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头 道指领着走 标普蹭一蹭 然后纳斯达克呢走的比较弱 我回到这样这个状态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总体上科技板块呢 还是那句话 咱们要从大处找眼 今天一天的表现呢 是有它的根源性的 是 那么在上一轮的行情当中 大伙也知道 那么纳指表现也非常的强眼 科技板块表现得更强眼 这个都是轮弯的创新高 1000块1000块 但是呢 经过这一轮调整之后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看到呢 市场的热点已经开始悄然的转变 是 已经转变到这个以大众商品为主的 衍生品也好 这个股票也好 然后呢 这个主要是这个方向 能源呢 黄金呢 甚至于今天的天然气板块 那么都表现得不错 所以说呢 在市场热点上来说呢 负责单单是这一天造成的 上一波的行情对于科技我来说呢 已经非常的劳累了 他们可能需要呢 下场休息一下 然后呢 换能源板块上来 但是呢 在这个点位这么高的位置上 能源板块 把贵金属板块出来表演 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因为呢 这个板块说句简单的 并不是靠着企业的业绩来作为一个炒作的支撑度 都是一个市场的预期 市场的热情 甚至于是避险情绪 在造成这种走向 所以说呢 在市场的这种位置上 这类的板块出面 这个和充当那种 成牌的 成牌的一个角色 大家呢 还是要提起一点小心 提起一点小心 当然呢 不会一蹴而就就调整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 这个位置 这种热点板块出现 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的现象 是 因为能源板块跟材料板块的后面的往上 就是跟着往上走 然后前期的板块往后退 这个咱们大概已经说了有一个半月 那现在基本是到了这个要兑现的时候 可能这一季度 就是我们操作这个时间是要把握好 这个不是说我看它们涨 我是说整个后面全是它们 对 这一季度是正好轮到它们 那我们就往进的要多试一试 要多看一下 所以现在这个我 我 您 官长老师 这都是手里头有硅金属 能源仓位在里面 都是盐巴巴等着在这赚钱的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从这个基本面的大数上面 把这个趋势抓住了 小数的时候 我们自己把这个灵活点 进出点安排好 其实就已经基本上能够达到一个 相对理想的一个操作的状态 对 不然的话这安排版身后怎么来的 对 安排版主要是根据年龄来 估计到 到这个再过两天是不是就安一板 看市场吧 看市场给不给机会吧 也是要看这个后面它的劲儿足不足 因为刚才盘后有一条新闻 这个胖哥好像 就是我们是我们这个摄影兄弟的哥 就又好像是又打了一枚导弹 因为之前 满院了 周际导弹是已经放到放上发射台 现在好像是砰一下就出来了 不知道这次又打到哪 现在有没有成功 满院吧 满院久嘛 哎呀差不多 看完了差不多是满院久 差不多这次就该满院了 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再轻松一下 再轻松一下 再来一刻 到时候就看这个 因为现在它那导弹技术够不着美国 就能只能磨刀厚厚 冲着朝鲜跟日本 你扔啊 你扔啊 你扔 我就扔朝鲜跟日本 倒霉催的呀 这真的是倒霉催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刚才 这个大事技术面的基础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消息面 也该看的还是要看 该盯的还是要盯 因为这块它一出来之后 有可能 像这两天标普这么盘整 万一 三分一颗导弹 因为这没算好 没有飞跃 就落日本上面 那这事就错了 技术性失误 他技术性失误 我们可能就要技术性崩盘 就是这方面 那是这方面的情况 另外再看就是今天原油 说到这个能源方块能起来 我觉得这个原油 肯定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之前这跟阻力线一话 不知道是阻力线在这留着呢 我那也在这有个类似的线 50块钱这地方 确实是 他正好就是今天打这地方 马上有一个回落 然后盘后还是有一个往上蹭 这个形势 之前的外围的分析师也说 能源该到一个涨的时候了 然后这话一出 昨天今天这利好消息 减产的需求增加的一串串圈出来 然后今天砍一下盘线直击 就是盘中收直接干到50 您怎么看原油这个 反正咱俩都没有原油的多头 咱们可以客观的来论述 客观的论述呢 咱们就这么说 在42块钱这个位置上大概是6月底左右 7月初的这个位置上 启动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 我说原油这一波是要挑战50 那么尤其是在7月的上旬 在47块42块之间来回震荡 震荡的时候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态度就非常的明确 原油看高 这个挑战50块 那么在挑战50之后 什么刮飙风乱七八糟的 然后把技术性调整 对把47块钱虽然过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还依然看多原油 那么原油的话 现在已经到了鬼刺压的时候了 已经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行情可能会围绕着大动商品 大动商品两侧 对原油这块的话 因为原油出了原油 还可以我们可以看天然气 因为原油多多少少 你还可以操作一下 政治面对影响一下 那天然气就没有 就是相对的意义上它弱一些 它走的就相对更根据 供需观修来 就是供需观修来走 我是钉他钉很长时间了 他在这开始磨蹭的时候 当时我就跟这道的时候看底下这个 上去下来 再下来的时候刷不了心底了 意思出来了 马上一个 这回我觉得应该是个真突破的 往上走 头肩顶向上突破 头肩顶向上 头肩顶向上 然后一走 然后可以去挑战一下 更高位置 这样的话 因为天然气得多头 对 点意思 这给点意思意思 如果说再赶上 今年冬天 大家注意 天然气 它也是有个季节性的一个波动 现在开始抬头 如果到今年冬天 比如说 这个预期的气温比平常要低 然后天然气上说我们趋暖这个东西 预期比平常要低的话 马上又是一波 这一波的行情就会 就又是一个季度 可能一个季度的一个 往上走这么一个行情 所以说的话 现在这个机会 在大冬商品上 大家还是要得抓住 您怎么看这块内容 天然气的话 我也有它的相应的品种 股票 然后前两天也有朋友问UJ-AZ 然后我也看了 其实你调一下UJ-AZ 你看一下它 差不多一小时 或者四小时 都行 可能是一小时吧 因为它损耗比较大 一小时 四小时 四小时 先看一下 好的 就到这程度 在这抽一颗横线 大概在12块5毛钱左右吧 对 大概就得取舊 好 一颗横线 现在12块8 就这位 就这图形 必长 是 为什么 那天我跟班老师 我们两个人交流 然后盘航的时候 我还给咱老大姐打个电话 感冒了 大家 然后我说你放心吧 我说你手里那品种要飞了 吃药上吗 耐心的等着 然后 我觉得他心情一行 可能对他的抵抗力也有提高 因为天然气很难得 三规是没有什么争论的意见 他就是拿住 等着它涨 对 因为这个图形 我们如果把下边缘再弄了之后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 再往上 再往上 就在这个区间 大约 约模式在这 往上踢 踢到这个下边缘 踢到边 等会这样 走 走 继续往上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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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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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大的方法 行 行 差不多 这 好 对 它这个平行通道的话 基本上就是上次的下边缘 上次的下边缘 然后漏完之后 在这漏 然后在这 往上顶一下 顶完之后 试探 再往下漏 漏完之后 又站上来了 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开成不功的 跟大伙说 健身器 就烧炸了 这个图形 你看完之后 你再把NUGT调上 一样的 一样的 这个节奏 一样一样的 很像 今天早上 我 那餐开得我很满意 基本满意 现在你看那四小时 你就把这一块 从这上开始 我弄完再重一条 来 你移到哪个位置 上面 不不不 就移到这 镜纤维的位置 好 然后从这开始 把涂放大就行了 对对对 你看这个 镜纤维 看天上 跟天上 跟天然气一样 抖一抖 露一下 再试 到这个天上 也都 雨雨的试 露完之后 到这 啪 往上顶了一下 但是天然气走得很 天然气从这位位置 又回来 往下露了一下 然后 但是 这个NUGT在这没露 一直震着往上走 一直震着往上走 也就是说 如果明天 UGAZ走出这种图形 有一个线突破 对 在这两颗 在这两颗 上个线 上面 在这抖着 大事疑问 你再掉 UGAZ掉 再对比 基本上 你就差不多了 来 把图放到最后 这块 现在 停一下 停完之后 再上了线 什么时候 这一片往上 阳线实体 顶的13块5 往前上了 在这响阳 往上顶的是 对 这个行情就出了 现在 已经顶得差不多了 应该是 就是看 别有什么意外消炫 你又叙事反转 那就不好 反正技术上走成这样 基本上 基本上 那种概率就很大 应该还是要向上 有这么一个推进 反正 该持有的品种都持有 该拿了 基本都拿了 原来 恨长的就是 资金没有了 没藏位 没藏位 对 把您的 铜那个要不弄点出来 还是把您长最凶 那个弄点出来 时间都还没到 长最凶 那个要是弄好 还能再翻一倍 从现在的价钱 哎呀 这个不能想太好 万一变成 不小心变成 安良败的 就麻烦了 然后这两天 我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后员朋友 很多人在问中概股 一圈一圈一圈的问 然后中概股呢 就是我看中概股 基本该涨还是能涨 但是总感觉是去追涨 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这么一个习惯 对 对 今天好多朋友也是我们直播的时候 确确实实实一直在问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个就像潮起潮落一样 我们前两天你开仓那品种 对吧 我们就在低潮期的时候 看到苗头的时候 对 先酝酿住 我们进入了这个市场 党的这个市场非常的火爆 像阿里巴巴现在走到这样 你说还能走高吗 我觉得要看四小时 或者日线图 还有点意思 还有走高的迹象 但是你说在这个位置上 说接着你买吗 不买 实际我在104这个位置买过 买过当时就是大攀不稳 大攀不稳一抖 下车 然后这一票 然后一路高速 现在来到180 但是你说这个位置还买了 其实这是跟我之前看那个网络安全 就我跟您说的一样 就在我跟您说的后一天 啪叉给连接同行给提升评级 啪一个跳空 到现在连接几个阳线都没回调 我说这我还买啥呀 那我总得等人家回调 意思是天天缺口 回到缺口上我再介绍 他这一直往上 眼眶眶眶的看着你 因为你如果这时候进起了 万一人家谁给你来拨弄一下 给你困在最高点 你就撑接把侠了 其实你要是拿均线系统的话 所有的均线 粘合粘合之后 再选择向上发散 第一个小平台这个位置 大概就在这个价位去见 这个位置买的相对的 稳定度安全性最好 安全性就这种位置 他这正好 确认上涨的一个态势 这个位置最好 你说现在那个位置90多块钱 现在翻倍了 180了 你还买 我还算了 能长到1800 因为短线还是有自己的短线的原则 原则原则不能动 因为我们平时讨论的时候 看到这能追涨的股票也多了 去了 也不止帮2.8一个 但是这三老师的原则还是比较强 该不碰就是不碰 绝不追涨 绝不追 好习惯 这习惯什么时候 我们客户也能跟住的话 就能手不少批 追涨偶尔也有 但是比如说像那些垃圾股 偶尔一天上行 你就一个人内 就是长完之后完事了 跟我没关系 一个是一天行情 再一个就是仓位很小 弄个200股300股 感觉感觉 200-300块钱耍一下 对 练着伸手 就行了 就完事了 因为今天其实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这个 我没打上去 这股票的话 炒股有段时间 人都熟 又出消息了 那肯定是又出消息了 但是正经消息 这个之前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跟大家分析过 它正经消息 就是正经开始起的时候 一定是政府在做操作 这房立美跟房立美 它一准是要卖 然后攒钱去给这个 搞基建 许强 对 搞许弄个基金 但是你政府这么多的话 人家提前早就会有这个局势在步 你要是说这种走法 我们炒个日内 拿个两三百块钱玩一玩 亏个二三十 赚赚个这个 可能赚个四五十块钱 也是可以 一乐是可以 但是你这种时候 我们去利用这俩 撤下拖拨去追一个涨 谁知道你会不会买在这里 对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一买买在这 或者买在这 之后再美协力 对 所以说 但是这个股票还是有计划性的 有 这一片有计划性的 如果把后面两天放量去掉 你会看到整个这个过程 从两块三到两块八之间的 这个地方的量 虽然不大 但是比较明显 因为这个肯定是有人 会有人去做这盘的 包括像比尔阿克曼 他们在这些股票上都有一个投资 而且之后 因为人家手里头拿着一个所谓任务权证 可以增发70%的股票 那政府想要弄的话 财政部部长是高盛的 他很熟悉这套 网上一拉 拉到高奖 啪一任务权证出来 捞你一波 私有化 再捞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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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捞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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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 然后您看您还有没有什么购物技术 因为我觉得记得这两天好像很多官方问了很多 感觉就是好像能涨但是又不太感激你的那种股票 对好多股票好像有个konee kone咱之前可是关注我了 我记忆中是好像是个能源还是个什么 就是之前关注我 你看在这画画画的图呢 那是kop还是那个 忘了也是就是那做游戏那个 上台再上旋转然后光顶一颗线 然后又下来 那个东西就不能在这放了 不能给大家 这支股票可不能给大家 因为之前去看过它进面 有着琢磨着可能等到它动作是我们要长线的 稍微拿时间长一点 这个就不能跟这富豪朋友说 有机会在我们外地里头问吧 然后看吧 看还是一句话 应该首先来说要有一个提前埋伏 前两天如果在上一波行情当中大伙 特别热衷于科技股 你看现在包括大伙问问题 好多还都是在问科技股 你这个头脑应该转变过来了 现在的市场热点已经悄然的转向这种大通商品 那种东西 所以呢我个人感觉短期获利 我们分析师能够这个超越大盘 就是在大盘这热点轮换的过程当中 采对这种节奏 然后呢能够有一个大盘到现在那是没怎么涨 我们转而收益力都在飞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这一点是我们在掌握市场的过程当中的积累的一些经验了 而且呢现在就是就像那只股票 它其实上面抖动幅度很窄 你要是真要是说打算是拿线长脚 买完之后不看你就完了 对因为它就在这来回震 可能大概就几毛钱 有三毛到五毛的空间就来回震 对对对对 你进去有点仓位上下震 你可能也都三五百块钱那些差别 仓位微微不可能很大 然后突破的时候再去追 或者再去弄什么完全都可以 对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其实好股票不少 就是看第一是能不能够找对根据大事 就是找对出超股票在哪 第二个人是点张拿得住 对对对 你看这个票 慌张们总问总问这一票 好多人到现在为止还得问 念念不忘 真的是念念不忘 就是这样是找对象 得找这样的 得找这样的 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心表如一 就是认识这个人了 找对象的不能找我这样的 玩笑玩笑 这个我们炒的时候就在这个 大概就在这个区间吧 开始接触这市场 一直高了低了 买卖的一直折腾 折腾到大概折腾到这个位置 我们就退出了 就不折腾了 后面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大红盘 利润也有 从十块钱炒到15亿 也还是有一股 我就在这股里头转了一股鸡犬走的 对也有 但是大方向我们不超 尤其是这一轮下来 我们再看震动 底部就开始走平了 上一轮的话 还一个底一个底 这是短线 这可是上升趋势 对 这个开始走平了 所以说昨日黄花了 只有等了 那叫什么 来生 来生马上就来了 说不定人下次业绩公布完 我们大转特转 那也许有再上一个平台 把上面的顶了 我枪挑上面这根线 那也成 但现在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位置很难看到 它能有一个比较强颜的航行出来 而且现在本来半量体板块都在往上走 它不算突出 半量体板块里头 哪怕它同类竞争者 NVDA可能还平了点 然后AVGO这类的 其实反而有时候看见 还比它稍微强了点 所以说这个时候 该放手是需放手 多少人出其二人 该放就放了 那叫有一首歌叫什么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该放手还得放手 所以说不要过于制度 炒股票不要过于制度 炒高的股票 特别看好 小仓位的追追也未尝不可 但是重兵把守的 基本上都是绝对不能失误的城池 搞清楚哪些是玩票的 哪些是要干活的 玩票的大家可以随意写 所以腰圈没那么高 那叫什么 什么419 哈哈哈哈 不得说 玩跳的话 就不会英文 我广之的419 哈哈哈哈 就玩跳的就是 你心里有个数 但是一定要投下重柱的话 那不能管 对 下重柱一定是安全病 所以说 小经验吧 大伙还是那句话 继续的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的 十盘VIP直播 在这个直播平台上呢 咱们没有老师 学生之分 大家呢 在这个大家群里面 讨论 共同提高 共同进步 我有时候总出去总挂在嘴边上 市场面前呢 没有老师 都是学生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呢 持续关注我们吧 嗯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